初一天气湿冷 清晨淡水全台最冷只有9.4度 但是有人不怕冷 上山去等雪 有的人赶快跳进池子里面泡汤 天冷泡温泉 全身通体舒畅 每个人都挤在水温38到40度的大众池 泡得全身皮肤红彤彤的 我从韩国 韩国 初一的龙年 寒流 夜来拜年 台北清晨只有10.7度 虽然白天回温维持14度上下 手脚快的人强得一早去泡汤暖身 也有人挑战极限往阳明山跑 所以还是不为风雨 还是出来 我看你就穿了好几层 过年要多运动 可是看到这么冷 这么冷会就想放弃这样 会很想放弃 天人挣扎 这一家酒口一大早出发要登高望远 阴雨绵绵的阳明山只有6度 又湿又冷 还有雾 让他们有点打腿堂鼓 另一家人耐不住寒 再穿一层雨衣防风 要挑战800公尺的大屯山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目前现在的温度 真的是低到大概是只有4.5度 5度左右 所以可以说是我跟我的摄影 穿的这个再紧 什么围巾 大外套上身都没有办法 气象局预呼这波寒流 为北东地区带来降雨 一直到初四 早晚低温10度 中南部多云天气均温12度 3000公尺高山有机会再降雪 好天气要等到初五才会稳定 总听新闻 邱伟雄人一方 A3小组 台北报道